这丫头古灵精怪的 如果不是因为病魔的原因 她应该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的女孩 不过叶浩轩相信 随着她的病情稳定 她应该会一天天的好起来 在月城接下来的几天 叶浩轩倒也无所事事 帮鼠爷做了最后一次治疗 她终于彻底地摆脱了 她身上的病魔 她终于能站起来了 只是最后一次治疗 之后她的身体 应该就无大碍了 叶浩轩对林玉玉说 看得出来 盗门之中 她还是挺有号召力的 是的 她算是前辈 年轻的时候就因为为人仗义 所以号召力很强 只是后来盗门的存在不合法 所以盗门解散了 她便流落到月城这里 组成了一个临时的组织 林玉玉道 社会在发展 他们这些旧社会时候的观念 恐怕使情不通了 叶浩轩摇摇头 她笑道 我之前的提议 应该好好地考虑考虑 如果你有兴趣加入的话 我保证你们的组织 一定还是合法组织 我再想一下 在这之前 我至少得让她 把四方武力的盗门 给重组起来吧 林玉玉笑道 是的 这个是必须的 叶浩轩微微地点点头 她笑道 那你需要多长时间 一年半载吧 谢谢你啊 帮了我这么大忙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 随时来找我 按照上面的这个联系方式 行 我觉得你这种人才 一定有用得着的地方 叶浩轩微微一笑 你是不是快离开岳城了 林玉问道 就这几天吧 该回京了 京城里面 还是有一些事情 等着我去处理呢 那好 我们就此别过 我倒是很希望 我们之间 能有合作的机会呢 一定会有的 叶浩轩想了想 重组到门的事情 你得尽快一点 尽可能地领导那些人 走上正途 不然的话 他们以后的日子 会很难过 怎么 你是不是有什么内幕 林玉有些诧异地 看着叶浩轩 你不觉得我们的国家 越来越壮大了吗 叶浩轩笑道 是的 越来越壮大了 这是真的 林玉有些不解地问 可是我不明白 这跟我们道门 尽快重组有什么关系 国家强盛了 以前你们这些人的做法 他们可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但是随着国家 越来越强大 各方面的法律法规 越来越完善 所以他们迟早 会重拳出击的 我知道 就像是某年打黑一样 一夜之间 所有的大大小小黑恶势力 彻底地消失了 就算是现在 没有消失干净 但至少不敢像是以前那样猖獗了 我们国家的领导们呢 要是想做成一件事情 也是挺容易做的 是 所以我觉得 你尽早地 让那些人走上正途 不然的话 他们的下场 不用我多说你也懂 人心不惑啊 林玉压压头 就算是有心把他们组织起来 引导着他们往好的方向去走 但是那些人呢 就要怀疑我们害他们 所以 有些时候 也要看他们的造化了 叶浩轩笑了笑 行 你说的我记着了 我会好好安排一下的 走了 回头见 嗯 再见 叶浩轩挥挥手 和林玉语分别 今天的天气不错 虽然月城地处南方 这个季节 天气比较炎热 但是因为台风的原因 所以最近的空气质量着实不错 在月城本来只是想打个转就回京的 可是叶浩轩没有想到 他在这里一待就是几个星期 不过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再过几天 他就要回京了 一想到京城那里 还有玄武鸭在等着他 叶浩轩就感觉到一股浓浓的蛋疼感 这家伙和女拔一样 都是他心头的两件大事 一天不除 他的心情就一天不会安宁下来 不过那些事情 越想越心烦 所以只能顺其自然了 叶浩轩一眼看到街道两边的路灯上 打着月城美食节的广告 他不由得来了兴趣 月城地处南方 这里的饮食文化是十分的丰富的 天上飞的 地下跑的 只要是能吃的 人们总会想出无数种的办法 变着法的吃 尤其是月地人 是全国公认最会吃的地方 尤其是最近几年 这吃货越来越多 所以各种美食节 吃货节 一波接着一波的 商家靠着这些噱头赚钱 同时拉动了地方上的经济 所以这样的活动是越来越多 不过这一次的活动 是月城的饮食协会 亲自操刀举办的活动 它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名吃 在月城的大广场上举行 而且在那里 你可以敞开了肚皮的在那吃 不用担心你兜里的钱不够 因为美食全是半价 你该担心的是你的肚子 装不装得下那么多的东西 左右无视 叶浩璇索性向美食广场那里 靠拢了一番 今天是美食节的第二天 而且貌似有重磅名吃出路 不去看看真的对不起吃货的头衔 挤上了公交车 坐了几站路 终于到达那个所谓的美食广场 这个广场是某个饮食行业的大佬 专门建成的 附近有游乐场 也有商业街 而这里隔三差五的 就会变着法子的举行一些活动 这些活动与美食有关 与附近的商业街里面的店铺也有关 这是一种销售的方法 美食和购物捆绑在一起 能让人感觉到其中的实惠 也能让人吃好玩好 今天是礼拜天 叶浩璇来到这里一看 被这里的场面给惊呆了 只见美食广告被划分为数个大区域 每个区域都摆满了摊位 就好像是数条美食街挤到了一起一番 这个扑鼻的香味 各种各样的叫卖声 以及沸腾的人声 让这里显得格外的热闹 这一次的美食活动 号称是全年最盛大的一次美食活动 这里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美食 各地不同的风情纠缠在一起 让人有种穿越在了各地景点的及时感 吃和玩是向来不分家的 所以说这些摊位上的摊主们 变着法的在吸引人 叶浩璇顺着里面的小道逛了一圈 好家伙呀 这里面能玩的东西还真的挺不少的 在一家名为大草原烤羊腿的店位前 挤满了人 因为这里的烤羊腿不仅仅只是烤腿 店主更是请了两名 身穿少数民族服饰的演员 手里拿着火把表演着喷火的绝技 除此之外 还有民族舞蹈的烤串 有穿地的便利 都掺杂到了这些美食当中 当传统文化与这美食文化相结合时 带给人的是视觉与味觉方面的双重快感 叶浩璇总算是明白这里的生意 为什么会这么活报 因为这里这吃和玩是不分家的 你能免费吃到这里的东西 还能免费参观一场盛大的视觉盛宴 这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而且这里不仅吃 还送个买券 你可以拿着优惠券到一边的商场里面 买到打折的东西 当然 并不是所有吃的东西都是免费的 免费的只是一些小吃 像那种比较有特色一点的美食 还是需要你掏腰包的 总之 这各种吃与买相结合的模式 确实是一种比较吸引人的商业手段 到处走着 手里拿着一些免费的小吃 叶浩璇觉得人生 真如果天天这样享受 那就好了呀 突然 叶浩璇心头一热 她的动作不由地僵在了当场 她吃惊地看着前方 她的双筒里映出了一个女人的身影 薛听雨 不错 正是她 她手里拿着一些小吃 而且还带着一个笔记本 不使得记着什么 她很专注 甚至没有注意到跟前离她咫尺的叶浩璇 薛听雨执掌养生善访 现在的她所做的一切都与这吃有关 现在养生善访 开变了大半个地球 而她现在也是一个美食家 薛听雨是一个比较认真细心的女人 她觉得 一个企业要真正想在这个社会中生存 那就必须要不停地改变自己 完善自己 所以她并不满足现在的现状 她不停地周游世界 去全国各地寻访美食 只要是有好吃的 有特色的 她都会记录下来 然后把这些东西并入到养生善网 并且她请了数名国际上知名的养生专业的那些专家 把这些美食里面融入了一些养生的方法 所以说养生善访一直在不停地进步着 即使是他们的竞争对手同样强大 但是他们一直在模仿 从未被超越 这也归根于养生善访的模式 以及他们领导者的细心 今天的薛听雨来到这里 自然是来寻访美食来了 她很细心 每一个摊位都要看 而且每一种东西都要亲自尝一下 因为这里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她昨天在这里待了一整天 今天又跑过来了 细心地记下了手中小吃的名字 拍下了照片 然后把自己的心得 以及其有可能改动的地方 认真地记在了笔记本上 记下了之后 薛听雨这才合上了笔记本 寻找下一个目标 直到薛听雨记载了这一切 向下一个目标走去的时候 叶好轩这才醒悟过来 薛听雨很认真 认真到 她自己身边的一切都视为无物 对于这个女人 叶好轩其实是不知道把她放到什么样的位置上才行 因为叶好轩发现她心中有她 是的 雪山一行 两人血脉相连 生与死把两人紧紧地捆在了一起 彼此根本无法分开 但是她却有一个不知所谓的哥哥 这让她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释怀 对于叶好轩她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一方面 她是自己喜欢的人 一方面 她又是她的仇人 因为她杀了自己的亲哥哥 尽管那是薛红云咎由自取 但那毕竟是她的亲哥哥 所以说她这些日子以来 一直在周游世界各地 偶尔回国 把自己的收获分享出来 然后摆上养生善访的餐桌 她曾经在叶好轩出事的时候 却找过叶好轩 但是当叶好轩没事以后 她便又开始了她的旅行 她只是在暗地里 一直默默地注视着叶好轩 注视着 她所喜欢的男人的一举一动 但是她对她 却没有意思地失望 她觉得这才是一个女人 真正喜欢一个男人 应有的方式 记录好了一样东西 薛天宇接到了一个电话 她讲完了电话之后 收好了自己的东西 匆匆地走出了小吃街 叶好轩一正 她还在犹豫着 要不要跟她打个招呼 但是她已经走了 想起和薛天宇之间的种种 叶好轩咬咬牙 她觉得自己不能再逃避 一味地逃避 这也并不是办法 她快步地跟着薛天宇 走了出去 就在她向薛天宇 伸出手的时候 背后突然一阵阴冷的气息 骤然袭来 有高手 叶好轩心中一脸 她反手一掌拍了出去 一条人影迅速地 从一侧掠出 对方一掌向叶好轩拍过来 然后迅速地画掌围掌 阴冷的真气 从对方的身上散发出来 这让叶好轩的眉头 不由自主地皱了起来 这是一个高手 而且对方出手 根本没有一点缓和的余力 但是叶好轩也不跟对方客气 她一把抓住了对方的手腕 然后微微一用力 叫让对方失去行动的能力 安静 停手 薛天宇已经听到了身后的动静 她匆匆地赶了过来 在叶好轩掰断了对方的手腕之前 及时地叫出了声 叶好轩也及时地停住了手 既然薛天宇叫出声来 那就说明对方是薛天宇的人 两人之间貌似是有些误会 她伸手把对方的手腕甩开 直到现在她才发现 对方是一个女人 你跟着她干什么 韩静冷冷地盯着叶好轩 你是她的保镖吗 叶好轩反问 我在问你话呢 韩静盯着叶好轩道 如果不是小姐及时制止 如果不是你家小姐及时制止 你现在的一只手腕已经废了 叶好轩皱了张眉头 女孩子修行阴寒的真气 对自身不好 而且你的体内因为寒气导致 血衣阻止 这对及时的治疗 不及时治疗的话 后果会很严重的 你在吓唬我 韩静盯着叶好轩 她不是吓她的 这孙子真的是以为 她三言两语 就能把自己吓倒吗 首先 我并不是在吓唬你 叶好轩胆胆地说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现在的越是不准 而且每次来的时候 总会感觉到冷 尤其是血 总是有些血块流出来 你感觉 这是一个正常女人 应该有的情况吗 叶好轩问道 你 韩静的目光一致 她不清楚这个男人 是怎么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的 按这个男人说的话 他的确是有过这种情况 难不成 他真的有办法治好自己的病不成 听听他怎么说吧 他是医生 一边的薛听雨淡淡地说 再次见到叶好轩 他并没有那种 大悲大喜的感觉 因为经历过了万分的悲痛以后 薛听雨已经把所有的事情 都看得很淡了 尽管这个男人在自己的心里 还是站着很重要的位置 但是他已经很好地控制着自己了 只是 再次见到叶好轩 他的目光 还是没有办法 从叶好轩的双眼上挪开 啊 你就是叶好轩 韩静明显地吃了一惊 他没有想到这个男人 居然是叶好轩 作为薛听雨的贴身随形 他不可能不知道 叶好轩是什么人物 而且关于薛听雨和叶好轩之间的事情 他多多少少地也知道一些 但是他为小姐有些不值 因为他觉得叶好轩很花心 这么一个花心的男人 不值得小姐这样 但是当他见到叶好轩的时候 想法又不一样 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男人 难怪小姐会为了他茶饭不思 甚至是改变了自己